过去一年成绩如何 在如此复杂 充满挑战的背景形势下 各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我国的经济发展 人性强 动力足弱 潜力大 稳中求进 怎么实现 中央提出的这个疫情目标 符合现阶段中国潜在增长水平 班级问题抓了决定 措施出台阶段 国家的政策这么好 支持企业研发靠近 我们充满信心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您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3月5号 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在北京召开 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 就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这是政府工作报告中 关乎全局发展的关键数字 5.5%左右 今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预计增长目标 而稳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 重要关键词 那么5.5%左右的 经济增长目标 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设定的 在新的关键节点 召开的全国两会 还聚焦了哪些重点工作 我们怎么才能实现 这个稳字 我们来听听 代表委员们怎么说 报告首先回顾了 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工作 分析了当前 我们面临的经济形势 并对2022年重点工作 进行了部署 报告指出 一年来 面对复杂严峻的 国内外形势 和诸多风险挑战 全国上下 共同努力 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全年主要目标任务 较好完成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 大环境下 我们的经济增速 位于世界前列 这让我们对经济 发展充满信心 尤其是报告中强调 2022年 要大力抓好农业生产 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进一步强调 稳住农业基本盘 稳定保障农产品供应 向社会传递 国家增强发展的韧性 稳定社会大局的 决心和能力 在如此复杂 充满挑战的背景形式下 党中央作为主心国 带领全国人民 敌敌奋进 在各方面 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特别是 如今实现了 特别攻击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创造了 可以在这里 实施的成绩 让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2021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 团结带领人民 沉着应对百年变局 与世纪疫情 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我国GDP总量 超过110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8.1% 人均GDP连续第三年 超过1万美元 我们现在经济总规模的 差不多与日德英法四国总和 还要多 所以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就更加巩固了 而且我们综合国力 社会生产力都进一步提高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 也会进一步增大 2021年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269万人 达到了1100万人以上的 预期目标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比上年上涨0.9% 低于3%左右的预期目标 包括经济增长等指标在内 2021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 22项量化指标任务 全部完成 2021年 我们全面 实现了经济增速 酒业 居民收入 居民消费价格 等主要的预期目标 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推进 这样的成绩是非常难得的 我国的经济发展 人性强 动力足 潜力大 继续保持了长期享好 温重油斤的积极态势 这样一份经济增长的成绩单 含金量到底有多足 体现了中国经济怎样的韧性 我们把时间拉长一些 用数据来说话 2017至2021年 去掉疫情冲击带来的特殊基数影响 中国经济的增速放慢了脚步 但速度早已不是我们追求的第一目标 这条曲线背后 人们能观察到更多高质量发展的场色 这五年 中国经济总量从83万亿上升到114万亿 稳居世界第二 这五年 农业 工业 服务业三大产业中 吸纳就业能力很强的服务业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位居榜首 这五年 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70%以上 2021年达到79.1% 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压仓石 这五年 高技术产业增长较快 数字经济 智能制造 网络购物 远程医疗等 新产业 新业态 新模式快速发展 在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增速排名中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居于首位 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这五年 我国研发经费支出 从17606亿元 上升到27864亿元 增加了1万亿元以上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 中国的排名从2017年的第22位 上升到2021年的第12位 随着经济体量的扩大 因为我们超过100万亿 这个技术盘子底盘很大 所以这种增速放缓 也是符合规律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就是在增速放缓的同时 中国经济的结构和发展质量 也在明显地改善 第一个就是中国的科技创新地位 能力都在明显地上升 第二个标志性领域就是 数字经济 一军突起 第三个就是绿色转型 肯定成绩的同时 报告也分析了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 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部署2022年经济工作时 强调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稳字同样成为关键词 稳字当头 首先要稳增长 报告提出 2022年经济增速的预期目标为 5.5%左右 中央提出的预期目标 是跟我们今年的就业的预期目标 是基本网合的 今年逛大学的毕业生就是 1076万 所以你要解决 这么大规模的就业问题 我们经济增速也需要稳定在 相应的水平上 这个目标呢 我想也是符合现阶段 中国这个潜在增长水平的 经济增速以外 报告还提出了 今年发展的一系列 主要预期目标 包括城镇新增就业 1100万人以上 城镇调查失业率 全年控制在5.5%以内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左右 居民收入增长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等等 那么如何保证这些目标 能顺利实现呢 报告针对2022年的主要工作 进行了部署 今年的报告很大的突破 那就是改革和创新相结合 过渡性的应急促使安排 跟制度性的优化完善相配合 给我们中小银行来讲 就是提出了产权这个根本问题 提出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提出了宏观调控和监管 措施的优化问题 关键问题抓得准 措施出台准 在重点工作任务中 从宏观政策到深化改革 有多项举措都围绕 中小微企业疫情以来受冲击较大 今年我国将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减税与退税并举 预计全年退税减税约2.5万亿元 同时还要通过深化改革 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 今年的减税退税的政策中 整合达到了2.5万亿 其实1万亿是继续坚持减税政策 那么1.5万亿的退税 也为了中小微企业增加了大量的现金流 成而降低了中小微企业的银行贷款 和现金的改善 极大的促进了企业的经营质量 和运营效率的提升 开门稳 但同样也要强调劲 保住上亿市场主体的同时 以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 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同样是今年工作的重点 报告提出加强基础研究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并加大了对企业创新的激励力度 以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过去十几年的时间 我们花了几十个月来研发创新药 而且从去年三月份之前 我们没有任何的销售收入 我们就这么硬扛过来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是我们想到 现在有很多的病人 携带着这次创新药来救命 现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 支持企业研发创新 我们一定会坚定地走下去 我们充满信心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 而我国有14亿多人口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已经突破1.2万美元 是全球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 2021年 我国最终消费支出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5.4% 是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今年如何让这个引擎的动力更加强劲 报告提出 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推动消费持续恢复 并从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 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等方面 做了具体部署 作为一名文化旅游业的从业者 我想在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中 就是要做旅游家或者家旅游 这样一种深度的融合 探索不同的模式 不同的路径 不同的业态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所以我们总体的想法 一个目标就是要把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山西的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化作我们一场场 一个个生动的实践 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都会送出一份份量十足的 民生大礼包 今年从教育公平到社会保障 从养老服务到 因幼儿的养育负担 从住房需求到精神文化生活等 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 难点问题 都在这份大礼包里得到了回应 民生举措中有很多 都让我印象深刻 比如就业 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 继续实施优惠政策 对就业中的重点群体 比如高校毕业生 提出不断线服务 比如对一老一小群体的保障 等等 这些政策既强调 纾困兜底 又强调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都是实实在在的 大大提升了民众的幸福感 此外 报告还针对大力抓好农业生产 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外贸平稳发展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等工作 进行了部署 在各项工作任务中 高质量发展作为主线 始终贯穿其中 我们拥有核心技术 并没有卡布置 但是在高科技产业人的 警觉方面受到了影响 定待很多 但生产出来要等到两年以后了 现在国家在推动 高智能人的北域方面 化了很多的处施 确实找到了痛点 作为企业本身 也要去花很多的精力 外面引进和内部培养 培养成高智能的人才 这能使企业 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今年的全国两会 使我们踏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的新征城上的 第一次两会 任务重大 综合研判国内外形势 今年我国发展 面临的风险挑战 明显增多 必须爬坡过坎 越是困难 越要坚定信心 越要真抓实干 在十四五关键之年 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 我们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 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感谢收看今天的教练访谈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